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要李小洋 我今年62歲 我是2002年台灣聯興國際醫療集團 派過來的第一位醫師 我從醫三十年 三分之二的時間在上海 等於我的 我個人的人生的精華都留在上海 我是一個Leader的角色過來的 這個挑戰是很大的 最大的困難當然還是醫師人數不夠 病房很多設備不是那麼完善 只有我一位醫師帶著四位護士小姐在工作 比較有印象的就是來第一年的時候 從普通機場就送來一位我們的客人 很不幸的急救沒有成功 那時候就讓我覺得說 其實我們當時來這邊開的 不應該只是一個小診所的規模 我們必須要設置一個比較完善的醫療機構 中山醫院 瑞金醫院 兒童醫學中心 都給我們很大的協助 那以現在的規模 我們專任的醫師就將近有50位 所以規模成長得滿大的 常規手術跟緊急這個東西 這樣寫合不合適 對不對 緊急我們就是在90分鐘內要做得到 為什麼這個病人弄到三個小時 你要跟我解釋一堆過程 我在看診的過程中 在處理病人的過程中 他們覺得我完全沒有笑容 所以他們都認為我是一個很兇的主管 應該是這樣講 病人的生死都是在一瞬之間 所以我跟我的學生講說 醫療上我們絕對不能開玩笑 我們必須嚴肅以待我的工作 20年前我們的客人的組成 病患的組成 大概70%是台商 現在剛好反過來 當時看診費用是相對高的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上海進步這麼多 大家不能說有錢 但是生活上衣食無憂 他認為我們醫院現在這個價格是合理的 而且服務好 疫情這個期間 比較可以明顯看出的變化就是 病人不方便回到台灣去看病人 所以我們常態的開出一個 所謂的雙組織醫師門診 在視頻裡面 那兩岸都派一個醫師在現場 就方便你不用再回到台灣 找台灣的專家來看 20年前台灣的醫療水平 在亞洲是前三名 大概台灣是排得到的 但這20年來我在上海的感受 我覺得上海追上來很多 很多專業的技術水平 我們也是要請教這邊本地的醫師的 上海進步是非常快的 其實我個人 我並不覺得上海跟台灣線 有什麼很明顯的差異 我想所有台灣同胞的感受都是一樣的 交通的進步就是讓大家瞠目結實的 嚇死人了 原來上海的地鐵只有1號線 2號線兩條 現在已經有17條了 2002年的時候 請了阿姨 一個月只要600到800塊錢一個月 現在剛好乘以10倍 現在一平民的房子大概要7萬塊 所以上海人這邊的普遍的生活物質條件 都非常非常好 那如果說 因為可以給我很好的醫療照顧 我不一定會選擇回台灣 我覺得上海蠻好的 所以… 對… 就不是只能說 我們要不要去海蠻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